今天想先请阿姨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几内亚的情势 那以下会我先引用这个危机的条目 今年的9月5日就是上个礼拜 那个西非国家几内亚部分军人发动兵变 扣押现年83岁的总统阿尔法孔代 同时宣布解散政府 暂停宪法实施关闭该国陆地边境一周 那2010年前反对派领导人阿尔法孔代当选为新一任的这个几内亚总统 随后在2015年连任 那原本他规定是这个总统任期只能担任两届 但2020年的几内亚宪法公投之后 总统的任期被延长 那孔代的任期也被重置 那并在选举舞弊的争议之中成功当选 连任第三届任期 那几内亚的经济依赖 在矿产开发 大部分利润却是被这个权贵中宝撕拿 导致民众未能从中受益 加上这个COVID-19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导致该国经济不振 那孔代与政府与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趁火打劫 那宣布大幅加税以及将燃油价格拉高20% 以重新充实国库的理由 那触发反对派的民怨沸腾 并策动这个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孔代却用更严厉的手腕铁碗镇压反对派 那触发兵变的直接导火线 是因为政府因为国库的这个多金箭肘 试图削减军警开支 那并得到议会批准 那一名西方外交官告诉英国记者说 几内亚政府曾经试图解雇该国特种部队的一名高级成员 从而引发政变 那基于这个孔代政府这个恒征暴恋的暴政 引发民怨 而政变叛军也没有对这个文人反对派有任何的动作 那几内亚民意似乎对政变表现出广泛的支持 那几内亚文人反对派领袖 那同时表示对政变喜闻乐见 非常的感到非常欢迎 并这个夸奖这个军部 击垮暴政 那发动政变的行为 那国际情势的话是 包括联合国非洲政府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个这个国际组织 以及中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谴责此次政变 并要求政变的军人立即释放总统孔代 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先后宣布暂停吉内亚的成员之格 那请阿姨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西非的局势 谢谢 吉内亚是西非国家当中的另类 因为它是经过赛古多尔的革命政权 法与西非国家一般都是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 对于他们来说独立不独立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法兰西共同体和法国殖民地的差别是不大的 他们大多数国家都指望在独立以后继续接受法国的财政补贴 赛古多尔接受了苏联和中国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才大胆地提出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 驱逐法国人 依靠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搞左派政府 因此被戴高乐开授出了法兰西共同体 因此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那一段时间 它是一个类似埃塞俄比亚的红色据点 苏联和中国给它运取了一些援助 作为亲法派 法兰西共同体各国得到法国援助的一个替代品 当然这样的政权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迅速崩溃了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 残出了新政权又重新回到法国的怀抱 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中间的折腾以后 它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很长一节的基建 所以使它变成在西非国家当中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主义时期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撤出非洲时期 过去作为苏美冷战而实施了大部分援助 在这一时期都不复存在了 同时在冷战时期依靠太上皇的背景发动的各种政变 在这一时期也被抽象的民主化的口号所取代 像美国出兵海地 出兵维护阿里斯蒂德政权 来要求军政府还振云这种事情 是只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 在冷战时期 背景并非苏联背景的军政府 是不大会受到美国人直接制裁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会出现 如果一个非洲国家发生了政变 其他本来不是很管用途 通常是不起任何这种地区性国际组织 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要求民主化 原先有苏联背景 例如像是坦商尼亚 赞比亚这些国家 相继废除了这些一党专政 开始实行多党民主 原先被清西方的右翼军政府 把持的像毛利坦尼亚这些国家 也相继推行所谓的民主化 但是民主化其实是虚有其表的 因为民主化是要在民族建构成功以后才有意义 在民族建构成功以前 由各部落和军阀控制的西非国家 列宁主义的党国实际上是打破这些军阀部署壁垒的唯一办法 军阀部署壁垒的唯一办法 恢复民主实际上是造成一种 控制西方援助或者控制少数口岸的当局 实际上无论如何都能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的 对于大多数理论上有投票的选人来讲 他们投票给谁 其实都是看部落和军阀大佬的颜色 并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立选民 而执政者就相有极大的优势 只要我是在台上的人控制了选举监督机构 无论如何都能搞出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来 如果真的要推翻这一系列假选举的结果 实际上几乎所有选举都是假选举的 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军事政变 在全球化的二十年之内 由于美国不再支持军事政变 像它在冷战时期来要支持反攻军事政变而言 现在这个必要性已经没有了 同时非洲和其他高风险不安全地带的投资额业大量减少 因此非洲的政治逐步陷入泥潭 在这一时期 中国是唯一愿意大幅度增加对非洲投资的国家 因为中国的资本基本上在低风险的传统地区 就是说是好蛋糕因为别人瓜分了,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竞争利益的 在非洲扩大投资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和法国这些国家会继续维持最低标准的秩序 而且翻译中国投资,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资是不愿意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中国投资就可以干一些赔本生意 本来是赔本生意,但是将来也许能够有助于全国的基建事业 以及各种利益不大的投资 大概是2001年以后由国开访主持,在西非的投资实际上是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下进行的 在法国看来,西非的主要危险是伊斯兰原教族主义 特别是在伊斯兰国成立以后,当地的很多军阀和部落组织投靠了伊斯兰国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全国的预算还赶不上伊斯兰国一个省的收入 所以他们就处于在黄埔军面对共产国际那种处境 在西非被遗弃的状态之下,同时执政集团又基本上不可能被通过民族手段推翻的情况之下,投奔伊斯兰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因此西非的所谓恐怖主义威胁大为增长,而法国不得不派了几千人马到西非去评乱 因此西非面临着伊斯兰激进主义化的威胁。这使中国投资是法国所欢迎的,也是当地的权贵集团所欢迎的 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提供当地的就业机会,就像是中国在卡尔扎伊时期对阿富汗的投资一样,是符合西方大国维持当地社会稳定的基本国际的。 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投资大量进入了西非,但当然它是不稳定的。它并不像是苏联在埃塞俄比亚或者中国在坦汉尼亚那样涉及整个政治结构,而是在接受原有政治结构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像中国在跟塞古诸尔的关系,实际上是随着塞古诸尔倒台而垮台了,中国在吉内亚的侨民基本上都是在2001年以后才去的,随着中国投资进去的。基本上发生关系也是跟当地的腐败官员发生关系。 当然,不发达国家的投资都有这个问题,你必须跟当地政治精英的某一派别发展关系,自然而然就变成当地的腐败集团一部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干部本身自己也就是通过腐败集团勾兑起家的,他们的海外投资自然也就只能搞这一套。 因此,就当地的其他部落和市民来看的话,中国就等于是跟孔代总统周围的裙带集团联为一体,用廉价出售国家资源而得到好处放下裙带集团的腰包。 国家体制原有的其他成员分蛋糕、分账不均,而人民没有得到他们的好处。凡是有中国投资的地方,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时,全球化渐渐地走向结束。标志应该就是2017年以后的苏丹的政变,这是美国再一次恢复冷战时期的做法,对有利于我的军事政变开始支持。 因为苏丹的政变推翻了巴西尔将军的政权,巴西尔将军的政权是亲伊斯兰岩教主义和亲俄的,还企图将苏丹的鸿海港口租借给俄罗斯。 军事政变成立了一个新的军政府,号称繁政移民,但是三年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美国却公开鼓吹这个新的执政团,仅仅因为繁政移民的口号就是民主的代表,结束了联合国制裁的达尔冲突,美国发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去豁免它的债务。 当然,它也取消了俄罗斯的合同,接受了埃及的军事援助。这是全球化的时代结束,美国开始算政治战不算经济战的又一个迹象。 因为中国在东非的投资,在埃塞俄比亚、南苏丹的投资,从经济角度上对美国是有利的。把赔版的基建项目搞起来以后,扩大市场的好处,产生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好处,主要进口的产生美国商品。 把中国资本从这些地方赶出去,对美国生意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等于是把它的低级包工头给搞死了。 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改变非洲之角度的政治面貌,等于是取消1990年以来中美在东非的合作,是配合中美外交大级的措施。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川普时代,美国对法国要求美国干涉西非恐怖主义的要求还是并不感冒的。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双方的合作就大大升级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的基础亚就发生了针边。 当然,孔代总统本身也是年老分贵。他要当第三任总统,主要是他周围的他自己的部落和群代集团要求,而不见得符合他本人的需要。 而这样的群代集团也没有把第二个共和国以来统治几雷亚的各个政治联盟全部护衍好。他们在几雷亚政权当中的地位,其实也就是袁克定那种地位,并没有把段祺瑞、冯国将这些民兴大将护衍好。在分到蛋糕的时候,没有给他们多分。 当然,这个跟改革开放白区党自身的判断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说,一个人很难摆脱自己的阶级出身。 就是说,你在判断谁是VIP、谁是无关紧要的人的时候,一般来说,除了你得到可靠情报的那一部分以外,你是本能地根据自己的习惯去做的。 而白区党的习惯就是,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农民工。只要搞定了几个改革开放干部,我们包工头的事业就一定会所向无敌。费拉右派一般都是这个观点。 但是,这种社会环境在中国以外是不存在的。中国之所以会是这样,也是因为毛泽东替他们完成了削帆的任务,把地主资本家和社会上所有的强力人物都打掉了,弄得全世界除了体制内的各种干部以外,只剩下平下中容。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干部,知识分子也是体制内的干部,改革开放干部也是体制内的干部,只是体制内的干部的不同派别而已。 社会上非体制内的人物就全是贫下中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他们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团结起来的。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相反的。 我们要注意,不发达国家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政府权力是极其软弱的,或者基本上是群统虚色的。掌握权力的是前现代的部落酋长、军阀、宗教人士诸如此类。 这些人的势力本来就比左中堂时代的儒生要强得多。例如像塔利班那些宗教人士、奥马尔这批人,他们就相当于是青年左中堂者的人。 他们在经济上只能算是小地主,诗书先生,罗德兰和左中堂都是诗书先生。但是他们在乡里人的影响力比起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大商人更大,因为他们手里面掌握着儒家的和伊斯兰叫大义名分。 我教你们不仅是教你们十几百个字,让你们不用上洋铁堂,而是教你们孔老夫子和穆罕默的先知的道理,教你们怎样做人,教你们做人不会走错路,教你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以及遇到非正义的时候应该怎样组织正义。 因此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是他们有能力组织起民兵来,变成大军阀,而有钱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只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他们自己就是社会上的强力人物,是比湖南巡护或者是坎达哈总督更称得上是当地社会的VIP。但是白区党的戒业是缺乏本能的认识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具体情报通知他们的话,他们是本能把除了主持项目的政府官员以外的其他人都当作贫下总统来对待的,这样就要出大麻风。 马俄西亚的事情就是这样搞着的。主持2021年以后输出的这些百姓党已经不是老黄俄时代的周恩来、李克隆那批人了。尽管他们的最上层还有大批的红二代和红三代,这一点都共产党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要注意,共产党的核心就是情报机构。列宁主义的国家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特务机构,而不是有特务机构的国家。所以,特务机构的网红电话是一个极其致命的打击。这一点我以前就是16年前其实还没有关注的,我是本能按照原有的列宁党早期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们的。 像王志强还是什么人,就是在台湾选举的时候,蔡英文当选以前的那个跟奥拉利亚人说的那些泄密的王什么人,他们会用微信跟国民党的拆证员。用微信交流,是我第一次开始警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王志强还在世的时候,无论哪一方面的情报机构都不会干出这种业余的事情的。但是在那以后,或者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关心军事或者情报机构,但是在此之后相关的情况一点一点暴露出来,特别是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标本。 说明白区党的上层人物,比如说像陈元,陈元是陈云的后裔,他是白区党系统的一个重要主持人,王岐山也是白区党系统的一个重要主持人。 陈元应该是符合老黄俄的一个标准,但是他手下的国开放系统的那些人,到现在暴露出来的做法,他们现在是习近平搞反省的主要对象,也并不冤枉。 因为很明显,他们扮演了国内沦陷区改革开放干部,向国外洗钱,把国内不能公开的贪污收入,通过海外投资或者海外情报活动的民意,理直气壮地换出了美元,偷运到了西方的这样一个作用。 当然,按照任何国家的标准,这个都是腐败行为。但是有趣的是,这个模式其实是典型的改革开放干部经营。 就是当年深圳特区搞起来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体制内反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呢?就要从两路下手了。 第一,我们要捧一个或者几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当我们深圳特区的头部头或者保护人,要打过仗的,真正的,不是科举出身的可能靠不住,更不能是被收编的敌对势力,真正的老共产党员当乎特区的头目。 以便证明,我们是绝对不会被困难的。第二,我们要筛钱。第一次筛钱就是把那时候筛钱的方式还比较严实,就是把王正这些老军头请到深圳来大吃大喝,用高级宾馆,用这些年轻时候没有享受过的香港式的宾馆服务标准来侍候他们,于是就打消了很大一些抵抗。 后来,当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待遇也就是香港级别的待遇了,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足可以收买王正的。后来要筛的钱当然就更多了,这点的招待根本不算数。 必须让他们在香港或者新加坡开户,或者借助什么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机会,让他们把大笔母元转移出去,形成一个腐败联盟以后,这事才能搞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搞海外投资这件事情,虽然在川普时代以后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滲透,但是在中国体制内部其实也就是像建立深圳特区一样,是一个引进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主义污染的危险行动,所以也是必须要类似精明的。 所以,领导人当中必须有成员这样的,王岐山比较特殊,王岐山等于是一个统战人物。他跟翁勇熙他们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清流派在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的影响的人,等于他们就是赵紫阳和六四活动的社会基础之一。 但是后来,翁勇熙在六四以后就被打入冷宫,而他却像甘阳和很多六四学生领袖一样,重新投靠了江泽民的腐败改革开放集团,重新红了起来。 因此,他在党内人士看来就是一个统战人物,而成员者是可靠了自己人。从上层看来,防俄系统的结构还存在。 但是从实质上来讲,这就像是深圳特区一样,老房俄的存在只是一种废闹收买活动,并不是说他们真能够维持练营主义的传统,而是搞改革开放。 换句话说,做美国全球化活动的马仔,第一级打工仔,把我们的苦力卖出去赚些钱的分,只是一个分账机制。 真正组织事务办事的方法是包公投的方式的,就像中国在马来西亚那样。这个方式跟中国大多数各省城市搞改革开放的程序是基本相同的,就是特权招标、腐败官员搞官商合作的这一套。 也就是纯粹的腐败而已,能够实际上的前提就是,所有强力部门都站在你这一边,而周围的社会支柱平价是我们的。 我们要注意,国开放是白区党的重要机构,但不是全部机构。而2001年以后,白区党的经营体系是极其混乱的。借助全球化出去的经济机构是有好几批的,国开放只是其中之一批。 但是非洲,特别是西非和南非,国开放的系统是比较占优势的,同时传统的老黄鹅,就是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存在,甚至在瞿秋白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那些旧的黄鹅机构,仍然在存在,仍然在工作。 同时,改革开放时就增添了很多机构,所以中国的白区党系统处在正出多门的状态。 无论如何,国开放、西非开放、南非华商出口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腐败输出模式。它自身就是用废酪分立的方式来对付自己在国内的房额和其他有可能从中作梗的权势人物的。 所以,把足够多的蛋糕给了他们,买到了他们的绿灯以后,剩下的利润就要由改革开放干部和包工头来分了。贫下中农出身的劳工只能挣一点辛苦钱,把他们弄出去,由他们的廉价劳工赚钱。包工头和改革开放干部就可以发大财了,当然需要收买那些老黄鹅。 这个模式到西非自然而然就跟当地的腐败集团对接。同时,他们根据自己的习惯,也就是自然而然认为,主持工程项目的非洲开发官员和他们背后的总统和权势集团,就是他们需要收买的全部。 由于他们进入西非的时间太晚,他们没有经过冷战时期,军人集团不断地根据太太皇的意志发动政变的阶段,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消极的军人系统。 在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化,不管你们原来的出生国,通通他妈都给我还政于您的口号之下,显得相当消极和被动。因此,他们在考虑VIP的时候,其实也就没有把这些人考虑进去。周恩来和李克龙应该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毛泽东时代的叶剑英手下的部将,也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无论资源是多是少,他们至少是对武力的重要性、枪杆在里面出政权这件事情,是看成是无需说明的、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改革开放干部是不怎么瞧得起人民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大多数都比他们要穷得多,而且也是贫下中农出身,只需要搞定腐败官员,贫下中农出身的士兵算个屁。 因此,他们在寻找VIP的时候,他们找的经常是比如说法国人留下来的当地的土豪商业战与拥有资源开发权、投标权的部落长老这些人。 国开航曾经非常努力地专门展开寻找VIP的活动,就是到一个地方,他们这次主要是法语西非国家,就把当地的VIP找出来,想办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体制内。 比如说,我们出口了一些中国联合产品,会不会导致原有的出口法国产品的代理商日子不好过呢?这个人很可能是当地的VIP,我们要把他先收买起来。 先给他足够多少钱,免得他们反对我们的商务起跳。他们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的。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的。否则的话,中国的全球化开展会无法进行的。 但是他们找到的VIP显然不是一个全面的VIP。这一点在东非、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已经充分证明了,那几步显然是完全控制不了巫统的。而巫统本身也不足以控制马来社会,它搞开发搞得过分的结果,导致土族团结党占据了巫统在六十年代兴起的时候的生态位,像巫统当年对待马来旧的王公和地主一样对待巫统,结果产生了最近几年马来西亚不断的政变和反华势力高潮。 反华势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原先马华公会跟巫统结盟建立国民阵线,一直是执政联盟的次要成员。 由于土族团结党的兴起,首先是土族团结党跟希望联盟构成一个脆弱的法制联盟,赶走了国民阵线。而赶走国民阵线的结果是,马华公会主要是针对华人和百绪党的引救退出了执政联盟。 然后,巫统跟土族传言长建立联合政府,又把希望联盟,也就是传统的主要反华势力挤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执政联盟给打散了,把原有的马华势力从执政联盟中打了出去,把强烈反华的土族团队加入执政联盟,来取代马华的地位。 本来,马华在执政联盟中有网上公会,在反对党的新希望联盟当中有民主行动党,等于是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有它的人,虽然都是次要角色。 这是1960年代暴动失败以后,华人企图获得主要角色的失败。新加坡退盟,60年代暴动失败以后,华人被迫在马来政治结构中扮演小角色,但是还有一种稳定的小角色。 在最近的正面中,这个小角色被挤了出去,新希望联盟在跟土族团队当中是机会主义的。土族团队是比执政的国民政线更加土族的势力,而民主行动党则是比执政联盟当中的马华公会更轻乏的势力。 所以,他们除了共同反对军事联盟以外,并无共同利益起来。这样的机会主义联盟很快就破裂。结果产生出来的新体制,以巫统和土族团队上为主的新体制,把马华公会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和民主行动党在反对党当中的地位全都给提了出去。 反对党联盟,搜买土族团队党显然比搜买民主行动党更重要。执政联盟显然也是搜买土族团队党,比搜买马华公会更重要。结果是整个社会反而比原先更进一步的势力排华的。这就是你只抓住了包公头,而失去了大多数土豪和能力的经营结果。 说明,新时代的白学党其实在辨认识别VIP的能力这方面,经验非常有限的。经验非常有限的主要是这些出身问题。 他们尽管从纯资本的角度来讲,带去的美元虽然不一定比吉洛维也夫时代带着珠宝去的马林这些白人大也多,但是肯定是比六十年代的夜间鹰派去的比较多。 但是他们识别重要人物和评估武力的能力显然非常差距,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途径明显就是他们自己在沼县区搞开发建设的时候的世界途径。军人算不上什么,最没出行才当军人。军人跟平家中农是同一次,不必特别收买他们。 最值得收买的人都是那些掌握,比如说土地持平权的腐败集团才是最值得收买的VIP。这个判断当然是严重走偏的。他们没有搞清楚土豪学所依赖的资源是什么,因此才会出现提格雷人战争和东非大乱这样的局面。 他们现在的阿富汗基因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展开的。他们认为坎大哈的包工头是最重要的,能够通过他们修路搞建设赚到很多钱,但是那时候是卡尔扎伊时代。 大习长在阿富汗在2004年以前,美军是能够控制局面的,卡尔扎伊第一任正经期。白区党在阿富汗的经营关系主要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他们贸然搞进去的话,显然是对塔利班内部的派系结构了解不清。也对支持塔利班,但是不一定一直支持塔利班,也有可能把塔利班像是马来人对待巫统一样踢出去,转而支持其他市民背后的部落社会是全然不了解的。 所以,在阿富汗接下来还是会发生更加凶化的事情。当然在西非也是这个样子的。西非经营的白区党包工头集团,要的是铝土矿和铁矿。为了支持这个铁矿,他们又重新出了一个。